新北市永和有一名80岁的老翁 他的视力不良 几天前的独自一个人 是推着赞满回收物品的推车 受困在三叉大马路的车阵当中 有一名远警看到之后 立刻上前护送他过街 一名路过的女老师 发现了这名警察 连续好几天都热心助人 为了鼓励远警 还特别写了感谢信到派出所 这马路很大 对啊 超大 经时期清楚地拍下 早上七点多 车子来来往往 一名远警护送一个80岁的老翁 不疾不徐地穿越大马路 这个时候刚好号自大概可以 后来车子又来了 老翁因为年纪大视力不良 原本被卡在车阵里动弹不得 还好指挥交通的远警 及时热心呈出援手 这样的善行让人感动 大概有五个号自 那如果没有来过永和地区的人 大概看不懂那里的号自 我们就是只是想帮助他过马路而已 当时一位女老师看见远警这样的举动 留下了好印象 巧的是隔天女老师停的机车卡在路边 同一位远警又上前帮忙 女老师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到分局 希望好事传千里 我会很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那种爱的传播是 是整个都可以传播出去的 图形远警谦虚地说 一切是分内工作 不过看待民众眼里 确实非常温馨 下次大家看到值得表扬的善举 也千万别忘了用力给个赞 记者江议员徐兆伟新北报道